五年多来 这是她的精神矢量 新年转变后的陈石雄不再悲观 从收看大爱节目后 开启了环保之路 每天工作结束 最开心的就是做回收 这几年 陈石雄做环保做出了心得 不仅学会放下身段 还要员工一起做 透过大爱台改变自己 陈石雄欢喜做环保 身体力行帮助有需要的人 让爱护地球的力量持续扩大 提到环保 洗碗不用清洁剂 这有可能吗 看看